祝有功德 山路来救 全家拖难 这是发生在1920年的 一个真实并且有些传奇性的故事 在一座大山下 一户李姓人家的儿子 刚刚举行了一场婚礼 按照当地的规矩 办完喜事的第六天 要祭祀祖先 到了第六天 李姓人家便在家中佛堂 摆上了贡品 准备祭祀祖先 同一时间 在山上 一位猎人正带着猎狗 在追赶一只山路 小黑 快追 别让那只鹿跑了 哼 这只鹿跑到山下了 那也更好 没有山林看他还能往那躲 小黑 我们快追 这只山里 最快地跑下山 而猎人和猎犬 仅仅在后 过没多久 山路无处可逃 便跑进了李先生家 躲在供奉祖先的供桌下面 按照村里的规矩 媳妇过门第六天 是要祭祖的 来 你给祖先上炷香吧 嗯 好的 啊 有只山路跑进来了 有只山路跑进来了 奇怪 这只山路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 小黑 快 山路他跑进这户人家的家里了 他在那里 哈哈 这次看你还能往哪跑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老先生 我的山上追赶这只山路 谁知道 他竟然闯进你们家 请允许我将他带走吧 我说这只鹿 怎么会跑进我家呢 原来 是你在后面追赶他 是啊 我追赶他好久呢 请你们让我将他带走吧 新娘觉得 这只山路 在他祭祖上香的时候跑进来 并且躲到供桌的底下 或许 这只山路跟他们有缘 因此他希望 不要让猎人带走山路 公婆 我们正在祭祖 这只山路就跑了进来 也许这只山路 与我们一家有什么姻缘 因此我们一定要救山路啊 嗯 有道理 这位先生 这只鹿跟我们家有缘 你就放过他吧 放过他 这怎么可以呢 我可是追了他很久呢 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放过他呢 这位先生 这只鹿跑进了我们的家 这是缘分呢 我们不能让你把他带走杀掉啊 他之所以跑进了你们家 那是因为我追赶到你们家的缘故 不过你们可以将这只鹿买下来 不知道你要卖多少钱啊 只要你们给我二十块银元 这只鹿就是你们的了 啊 二十块银元 太贵了呀 我允许师父 全部才用了十五块银元 二十块银元 天哪 这也太贵了 你们如果嫌贵的话 就把山路给我 又不是我逼着你们买的 你这是趁机敲诈我们呢 算了 你把山路带走吧 哈哈 就是嘛 你没有他也没有用 不行 你不能把这只山路带走 公公婆婆 这只山路为了逃命 而躲进了我们家 这就是跟我们有缘啊 我们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 而丢掉性命啊 可是二十块银元的价格也实在太高了 我们和他商量看看 是否能算便宜一点 先生 十块银元可以吗 不要再跟我讲价了 最少十五块银元 媳妇啊 我们家娶你过门 已经花费了十五块银元 现在我们哪里还能再拿出十五块银元呢 您爱为老人家同意买路的话 我愿意将陪价的十五块银元 全部拿出来买路 好吧 既然你有此善行 我们也就答应了 谢谢 现在这只路是你们的了 小黑 我们走啊 猎人离开后 媳妇从供桌下叫出山路 山路 没事了 猎人已经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好了 没事了 你可以回到山林了 新娘用十五块银元救山路的消息 很快的在村子里传了甘难 左铃右舍都取笑新娘太傻 竟然会用这么多钱买一份收 老婆 最近村里的人都在议论你 说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买了一只鹿 却又把它放掉了 实在可惜啊 随他们怎么说 这件事情 我觉得自己做的并没有错 转眼间 两年过去了 新娘已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孩子刚满周岁 新娘推着婴儿车在院子里陪着孩子玩耍 就在这个时候 两年前被新娘放生的那只山路 突然闯进了他们家院子 咦 这不是两年前的那只山路吗 你怎么又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山路突然用头引住了婴儿车 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不好了 山路偷走了我的孩子 快把孩子还给我 老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老婆 快 快追上那只鹿 它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啊 李先生那家人 见山路偷走了孩子 便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 就在一家人追着山路到屋外放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回头一看 只见屋后的高山滩落 将他们的房子完全掩埋了 原来山路为了报答新娘的救命之恩 便用了这种办法 营用他们一家人逃出屋子 山路见目的达到 便将婴儿车放下 转身离去 如果不是这只山路 今天我们全家 就会被山石活活压死啊 对啊 那只山路今天是来报恩的呀 六犬护主 豆叶猪 家住乡村的徐先生 为人善良 他经常摄出一些 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徐先生 你刚忙完回来啊 是啊 刚回来 徐先生 你怎么又带回一只狗啊 这不会又是路边捡的流浪狗吧 是啊 这只狗被主人遗弃了 我发现它的时候 它瘦得不成样子 正在垃圾桶里找东西吃呢 我见它可怜 就把它带回来养 徐先生 你已经收留多少只狗了 有三四只了吧 不 应该有五只了 天啊 五只狗 这么多的狗 每天需要的食物可不少啊 而且还是五只 徐先生 你赚钱也不容易 何必要收留这么多狗呢 狗是非常通人性的 当我看到它们挨饿受冻 受伤生病的样子 我没办法丢下它们的火 徐先生 您真是菩萨心肠啊 没有了 换成是你们的话 你们也会这样做的 狗狗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了 我要赶快回家了 家里还有四条狗 等着吃饭呢 徐先生 徐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啊 小家伙 我们到家了 别怕别怕 那是你的金虫办 你是我家的第五只狗 以后我就叫你老五好了 老大 怎么样 饿了吧 我马上弄饭给你们吃 老五以后也是你们的同伴 你们可不能欺负他哦 知道吗 慢慢吃 这是你们今天的食物 我要出门工作了 晚上才会回来 你们要好好看家哦 要乖哦 徐先生农闲时 会到工厂去打零工 该死的狗 竟敢逃跑 它跑不了的 前面是条死巷子 今天 我飞宰了它不可 被堵在巷子里的那只狗 发出震着无误的声音 就像是它哭泣的 徐先生听到后 不由地心声怜悯 哼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今天我非把你杀了主来吃不可 两位大哥 你们是要杀了这只狗吗 是啊 怎么了 你看 它多可怜啊 我看不如放它一条生路吧 放它一条生路 你有没有搞错 这条狗 我从小把它养大 就是为了要吃肉 放了它 门都没有 大哥 别跟它啰嗦了 我们快把这条狗抓回去杀掉 啊 这只狗狗竟然流泪了 请等一下 你想干什么 你们不要伤害它 我愿意出钱 将这只狗买下来 你是说 你要买这只狗 是的 你们想要多少钱呢 五百块 少一块钱都不行 这么贵 嫌贵 那你就不要买 要买就拿五百块来 别啰嗦 虽然徐先生知道 对方趁机狮子大开口 好吧 五百就五百 可它还是拿钱买下了这只狗 不要怕了 现在没有人会杀害你了 并将它带回了自己家里 转眼到了秋天 又是浓忙的季节 这一天 徐先生约了一位朋友 一同去山脚下的田地里 收割玉米 他的那六只狗 自然也跟着主人 一起来到了田地 许哥 你真厉害 收留了这么多只狗 每年在他们身上的饭钱 就不少吧 你收入也不多 我看 就少养几只算了 那怎么行呢 它们现在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你能够舍弃自己的家人吗 我真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对这些狗那么好 狗可是很通人性的 我对它们好 它们也会对我好的 人儿 就在它们两人收割玉米的时候 什么声音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不会是你的狗跑进去了吧 你看 它们都在那里呢 那会是什么呢 一土两米长 身体强壮的大野猪 冲了出来 野猪 不好 快跑啊 快跑啊 徐先生脚下又一笑地摔倒 救命啊 啊 徐哥 小心啊 就在那不断野猪 朝徐先生撲上去时 这肉之后 将那野猪团统为主 用力的教材 顺利保护着徐先生 徐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老六 小心 野猪 野猪拥头不断地顶着它 股尔们全都受了伤 身上血液疼疼疼 可是它们一点都没有回缩的意思 仍旧将野猪团统 陆冲上去 老六 老六 你怎么样了 今天如果没有这些狗 我们就没命了 是啊 这些狗为了救我 连自己的信任都不够了 真是令人敬佩啊 这都是因为你平日里善待它们 所以它们也忠心于你 徐哥 你说的没错 它们真的很通人性 真是谢谢你们了 太谢谢你们了 两只狐狸的友情 在一个幽深的山谷里 浮原非常广大 四面都是陡峭的石壁 只有一个狭窄的谷口和外界相通 山谷里极少树木 到处都是马齿线草 这种草非常鲜嫩 是野兔最喜欢吃的佳肴 因此 这也是狐狸狩猎的好处所 山谷里有很多的红狐 野兔 所以就吸引到一些猎人 在山谷的草地上 布置了一些捕兽家 希望能捕获到猎物 这里啊 经常有野兔来吃草 也就会有红狐来捕捉野兔 我们在这里啊 多布置几个夹子 一定会有收获的 对 如果能捕捉到这红狐 那就更好了 布置好了 我们回去吧 等晚上再来看看 嗯 我想一定会有收获的 这天夜半时分 一对红狐来到这个山谷 他俩是捕猎的老搭档 配合得很有默契 一只红狐在谷口把守 而另一只则向谷地深处走去 老规矩 你守住谷口 我到里面去 好的 没问题 狐狸很喜欢这种新光效的谷地 因为它们在这种环境里 捕捉野兔更容易成功的 它们喜欢窥视 潜伏 总是来无影 去无踪 这只红狐狐 这只红狐 这只红狐见机会来了 它快速朝山谷中的兔子扑去 那只兔子发现危险后 立刻撒腿朝谷口跑去 红狐在后面紧追不舍 然而这只兔子 哪里知道 另一只红狐早已守在了谷口 就等着它自投罗网了 您想逃走 别做梦了 我得赶快给同伴发个讯息 啊 猎物来了 然而 就在野兔即将冲出谷口 谷口的红狐正准备将其捕获时 那只追赶野兔的红狐 后腿一下子踩进了果兽家 它残烈地叫了一声 就昏了过去 糟糕 出事了 就在这只红狐泡进山谷 查看同伴的伤势时 它突然闻到了谷口那里 传来的人和火药的可怕气味 有猎人正朝这里走来 哇 猎人来了 我得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我们呢 竟然抓到了一只红狐 好像已经死了 我们把它带回去 这只红狐可以卖不少钱的 跟踪是狐狸的拿手本领 这只为了营救同伴的狐狸 千辛万苦跟踪猎人 来到了他们的家里 两位猎人在山村的一间房子前停下 然后将谷中住的红狐 扛进了院子里 此时这只红狐从昏迷中醒来 它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 仍然闭着眼睛 它知道只有装死 才有可能得到逃脱的机会 我们把这只狐狸放到院子里吧 反正它也已经死了 嗯 没错 只要它们将这该死的铁夹子拿下来 我就有机会逃跑的 太好了 夹子被取下来了 嗯 这只红狐的毛皮多漂亮啊 绝对能卖个好价钱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只装死的红狐 闻到了猎人身上烧酒 和猎制香烟的味道 它忍不住 一连打了两个烦枪 啊 这只狐狸还活着 天呐 好狡猾的狐狸 就是啊 刚好我们继续发现了 否则今晚 它一定会逃跑的 那我们把它弄死吧 免得跑掉 不行 活狐狸比死狐狸之先多了 我们将它 装进那个铁桶里吧 嗯 也对 把它装进去 再盖上盖上 看看还怎么跑 于是 两位猎人 便将这只瘦身的红狐 扔进了铁皮桶里 然后又在桶口 盖上一个铁丝筛子 红狐在铁皮桶里 跳上跳下 却始终无法逃出 别白费力去了 你逃不掉的 走吧 我们也回屋里睡觉吧 就在猎人 回屋后悟觉 跟踪而来的那只红狐 来到了院子里 它发现了 被关在铁皮桶里的同伴 你怎么来了 猎人就在屋里 你这是来送死啊 我是来救你的 你的伤不碍事吧 伤到是没什么 我没有办法逃走 都是因为这个筛子 挡着童口 你快走 别管我 你疯了 快离开这里 什么声音呢 是撞击筛子的声音 看来那只该他的狐狸 还没有放弃 我们出去看看 别让它跑了 你也太小心了 它哪能跑得掉啊 还是小心一点好 走 我们出去看看 不好 它们要出来了 你快走 我有办法了 一会儿它们打开筛子 你就拼命跳出来 两位猎人从屋里走了出来 站在筛子上的红壶 猛的一跳 然后装出后腿受了伤的样子 跌跌撞撞的冲出门去 哎呀 不好 那只狐狸跑了 真是见鬼了 它是怎么从桶里钻出来的 就在猎人掀开铁筛子查看时 桶内的狐狸猛的一跳 一下子从桶里跳了出来 夺门而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糟糕 我们中了狐狸的诡计了 一定是他的同伴 假装受伤的样子 是我们以为是桶里的狐狸跑掉的 葱娃引我们掀开筛子 真没想到 狐狸竟然这么聪明 而且 为了父亲的同伴 竟然一直跟踪我们到了家里 有人说 动物是没有情感的 可是 你看这两只狐狸 它们有智慧 懂得不离不弃 请不要再伤害这些动物了 它们是上天赐给我们的 最好的伙伴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197 388 012 001 197 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小神通月 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 妙难思 十方诸佛所称赞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至夜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业诸善行 十方信众共成就 既见信念归净土 明阳两笔度有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 英灵牌位及报恩殿 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 佛教慈悲至业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中风三世信念超度法会 恭请广顾法师组法 及法部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2月9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通瞻法医共母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留院大碑观音道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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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